大家好,我是小仙 大家好,我是捧人的老客 终于轮到你了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新故事 它是关于一个幽灵守望者的故事 什么叫幽灵守望者 就试想一下 你买下一栋新房子 你刚刚装修好 这欢天喜悦的准备去入住的时候 突然每隔几天就会收到一个 立民的邮件 就是相对于是一封信 然后这封信里面 它写满了对你家庭的描述 就比如说 你每天几个钟回家 你有几个孩子 你今天吃了啥 然后你去追溯 这封信的一个来源的时候 你没办法追溯到 你会做何感想 老乡啊 来讲两位 对,有可能是老乡 说明你是认识的人 好,今天我们这个主人公 这样把我打乱了 今天我们就要烙一烙 叫做657号幽灵守望者事件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啊 叫德里克 他的妻子叫玛利亚 他们俩都是纽约的霍博客人 他们有三个孩子 德里克本人呢 是一个保险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所以说他们为了改善自己孩子和自己家人的一个居住的情况 选择在新泽西州购买了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是位于威斯特菲尔德镇林英大道657号 他们在2014年6月份购买了这样一栋房子 2014年 2014年 好近啊 对 他们买的这栋房子 是这个林英大道社区里面是最复利堂皇一栋房子 然后始建于1905年 你知道美国那种地方百年豪宅是很多的 百年老宅是很多的 为此呢 德里克击败了另外两名竞争者 花费了135万美元生活当中 比当时的原房主的报价要高出不少 所以说他是势在比德里克 真穷 真穷 在深圳都买不了套房 别提了 而且他们购买的这个豪宅在威斯特菲尔德 他是被评为美国最安全的社区之一 据纽约才45分钟的社长 这个事情的转折就出现在 他们在新赋交房后的三天 突然间有一封信送到了他们新房的邮箱里 这个信封的封面写着给房子的新主人 但是当德里克打开这封信之后 却发现你们的内容是让他有点恐惧的 这封信说了什么呢 亲爱的林英大道657号的新主人 请允许我欢迎你们来到这里 林英大道657号一直是我家族的使命 我的祖父在20年代看守房子 我的父亲在60年代看守他 现在是轮到我的时候了 你们知道这房子的历史吗 你们知道657号的墙壁内藏着什么吗 现在你们还有孩子对吗 我看见他们了 截止目前我想我已经数到了三个 还有更多的吗 也许你们是想把我所需要的年轻的血液 灌满房子吗 你们或许很好奇我是谁 每天有成百上千的汽车 驶过林英大道657号 或许我就是其中一个 从林英大道657号向外看到的所有窗户 或许我就在背后 每天漫步路过林英大道657号的无数人 或许我就是其中之一 然后落款 守望者 你容易有点让我想起那什么 太平间杀人世界 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很优秀 墙里面都是尸体 对 我能想象那个墙壁内有什么 我就想到这个 我都画面了 墙打开里面全是尸体 反正百年老宅什么都可能存在 我觉得 所以说到这封信的 德里克就很纳闷 我收回我的话 在这个富人社区内栋房子 其实还是算贵的 算贵的 好不收回我的话 所以作为德里克来讲 他就很纳闷 他是觉得我刚来这个地方 为什么就有人给我这样一封信 是我得罪什么人了吗 还是说恶作剧 但是谁又那么无聊呢 那勒索信 但是也没有提到钱呢 对啊 没有提到钱的事情啊 更可怕的是 他没有这种寄件人的地址 包括信的内容都是打印的字体 还提到了他三个孩子 所以 他们果断报警 这种报警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吧 对 如你所说 确实没什么用 所以警察来了之后 里里外外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 然后包括什么墙壁类的秘密啊 也把墙壁敲了敲 可能当时在装修嘛 然后拿着 拉着装修工人一起把墙壁敲了敲 可能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没有尸体啊 没有 如果有事情就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以警察走之前就承诺会继续调查 这个房子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人 他不是提到了我的父辈 我的爷爷辈吗 说明他这个父辈和爷爷辈 可能都在这个房子里面待过 所以说 警察会继续调查 并且叮嘱他们 就是说 不要告诉你的邻居 就是这封信的存在 有可能这些人就在邻居之中 对吧 免得打炒金蛇 所以说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德里克其实他们家已经差不多装修好了 他们在这时候已经终止了这个搬家的计划 装修继续 终止了搬家的计划 一有时间他就在窗子后面盯着 他也不干活了 他也不上班了 就盯着门前 临大到来来拥拥的人群 然后每当他的老婆 玛丽亚带着孩子过来的时候 他孩子如果说超过了他们的视线 或者在盲区去玩的时候 他就很大任的去喊他回来 就很紧张 真的就怕真的会有人绑架 直到两周 两周都没有发生什么很特别的事情之后 他们都快把这事情忘记了 然后直到两周后 在一个早上 德里克在屋里面听到了玛丽亚的尖叫声 这时候第二封信来了 第二封信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德里克先生和太太 这个说明他也知道了这个屋主的名字 对 再次欢迎您来到 临大到657号的新家 你发现了藏在墙中的秘密了吗 没关系 你们迟早会发现 那个经常在门廊中作画的孩子 是家里的小艺术家吗 年轻的血液会在地下室玩耍吗 还是他们害怕独自一人在那 如果是我 我会很害怕的 他距离房子的其他部分都很远 如果您在楼上 您将永远不会听到他们的尖叫 他要干嘛 他是藏在他们家地下室吗 他是坐过地下室尖叫实验上吗 他说明他对这个房子还是很熟悉的 对相当熟的 然后你们会在阁楼上睡觉吗 还是大家都睡在二楼 谁的卧室会对着街道 没关系 等你们住进去我就知道了 我将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间卧室这样 我可以更好的执行计划 1960年是01大到657号最好的时代 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奔跑 房子里充满了生机和鲜血 落款 守望着 他在这个房子里面是住过的 那结合他的上一封信 其实就是他的爷爷20年代在这个房子里面工作 他的爸爸也在这个房子里面工作 那警察呀 其实要查这个人也不难呀 应该 对 但很奇怪 就警察一直都没有线索 直到第二封信出现 警察都没有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合理的推测啊 警察是这个受网者 有可能 警察有内鬼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现在没有目的 他啥也没做啊 就是寄了三封信啊 对第二封信 对 对 寄了两封信啊 他没有 现在还没有显示出他要做什么 他说他在谋划这什么事 对 他说更好执行我的记录 对 其实后面我们会提到警察 他是查出来一个人的 有查出来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没有实质性证据 只能把他释放 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这第二封信收到的时候 德里克夫妇就再次报了警 因为这封信的威胁程度比上是更严重的 然后那个守望者知道名字 知道孩子的名字 知道孩子的年月日 所以说警察在报警之后啊 警察顺着这两封信 一些已有的线索 做了一些调查 包括附近的邻居 但是毫无所顾 包括在信上去查那些指纹和笔记 也没有什么来历 可以查得到 然后他们顺着邮出 查到这封信的配送中心 就是从配送中心里 从来查到是记得吧 但是这个配送中心是位于 新泽西州距离 他们这个社区30公里的地方 相当于说 一个很远 那从我附近去寄出去 然后寄到很远的地方给我寄回来 可能也比较用心吧 然后而且从这个配送中心 没办法向上溯源 寄些的地址 就很奇怪 但唯一一个有价值的信息是什么呢 第一封信的邮出是6月4号 也就是德里克他们这个家里的中修公司 刚刚进场的一天 也就是说这封信是在德里克拿到钥匙之前就准备好了 相当于他是 反正不管是他相当于无差别攻击嘛 不管是德里克还是麦克尔是吧 他只要是进去了 他就会把这封信邮寄出来 是这样一个意思 就有点恶作剧的感觉 接到第二封信之后 包括警察那边没有回信 没有回信 然后他就决定自己来调查 包括装上了摄像头 包括关上了屋子所有的灯 然后自己蹲在墙上去看 谁在窥探我的房子 然后 而且他围着自己的房子六圈 就是看一下 因为第二封信不是提到了那个 他看到了一个在门当中做画的小女孩吗 那是他的女儿吗 所以说他在看 哪个位置能够很好的去看到他的 他家的门 所以他偶然间 偶然间发现 就是要看到他房屋后面的那个门囊 因为有很高的树遮挡 他们家那个后花园 有很高的树遮挡 只能从一个位于自己家后方的一个老债 右后方的一个老债 那一家人是在他看来是很有嫌疑的 对 这里住的是什么呢 住的是南兰德福的一家 女主人叫做佩奇兰德福 已经九十多岁了 也就是他们几个 他和他的几个成年的子录都在一起 然后他的老伴呢 叫理查德兰德福 在十二年前就去世了 然后他们刚好他的这一家人呢 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居住在这里 所以跟那个父辈六十年代其实是 有无数冲割的 对 然后他们的小儿子叫迈克尔兰德福 整天宅在家里没有工作 所以在德里克在调查出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就火急火燎的到了警局 然后告诉他 我觉得兰德福一家是有嫌疑的 但是当时负责的警察的侦探叫卢哥 卢哥侦探十分平静的告诉他说 我早就想到了 所以这就是警察的之前调查出来的一个信息 他们也怀疑过这样的事情 原来就是在第一封信的一周后 他们就将警察就在迈克尔兰德福 带到了警局审问 但是他失口否认的这一切 他就不承认了 不叫不承认他就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警察也没有证据 他就只能把他给释放了 对没有证据 然后德里克这时候其实挺着急的 因为一个不了解的人 对自己家里面那么了解 对已经威胁到自己的孩子了 所以他怒气冲天 通过一些人脉 自己雇了一个特工 自己雇了一个FBI的前特工 前佛波勒特工 对 佛波勒特工 叫罗伯特来内汉 那内汉的话就首先去警局查看了这两封信 就现在收到两封信 看了几个小时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死亡者是不会行动的 原因有这几个 首先写这封信的人有一个老式的那种出现习惯 就像老年人的一些表达 就等于说他可能不是一个太年轻的人 如果不是太年轻的人 他是没有这些计划的执行能力的 第二 这封信的每个句子中间都会有两个空格 空格的话就表明 他是一个有文学情节的人 当然这个可能是我们 就是文化不一样 我们的办法 书写习惯不太好 应该是书写习惯的一个区别 可能是个阅读狂或者文字工作者 然后 第三呢 他能感觉到这封信是有愤怒的 情绪在里面 但是 信件中没有那种不敬的语句 Fuck you Screw you 这种不敬的语气 说明他是一个不是那么有男子气概的人 第四呢 感觉他这个怒气是针对富人 就是他有仇富心理 他能够从自理行间读出这样的情绪 风波罗名不虚传 对 能够从文字感知这个写信人的情绪 他似乎对你们买的这栋房子不满 因为他说就是欢迎你们来到这里 然后威胁你们 对吧 就对你购买这栋房子不满 也许他是嫉妒你们 他这个作家负担不起的这样一个价格 毕竟135万美元对于普通人来讲不是一个小数 对吧 最后蓝带汉给了德里克几个建议 就是说 首先你可以调查一下这个房子的前管家或者后代 对吧 有可能他们在这生活过 这不明显吗 对 很明显的吧 我们已经干涉到这个点了 然后第二呢 就是他知道了你孩子的名字 说明他平常住的或者他待的地方 你也没够近 对 对吧 所以说可能是一个街坊邻居啥的 对吧 也有可能 然后如果你们怀疑蓝德福的话 可以用一些手段去拿到一些实质性的证据 现在没有证据指控他们 所以说他们接受了蓝带汉的建议就置信了蓝德福一家 就说我们可能近期会拆除这栋房子 希望能够得到回应了 如果他真是守望着的话 对吧 但可惜的是他们把这封信送到蓝德福一家之后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就相当于又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对 死胡同 几个月后呢 这个翻新工程已经完成了 但是已经被这两封信的到来 德里克已经就是备受折磨 德里克已经患上了这种抑郁症 他媳妇也患上了创生性印记账来 好吧 这个时候第三封信来了 这是压到 一封信一封信压到骆驼的稻草 第三封信这么说的 布罗德斯夫妇 再次欢迎你们来到 李宁大道657号的新家 你们去哪了 李宁大道657号很想念你们 因为他没有入住吗 你们对他施加了什么诅咒吗 他过去是我的朋友 现在却非常敌视我 你们快回来吧 将年轻的血液带回来 让年轻的血液像曾经的我一样在里面奔跑 让年轻的血液在灵营大道657号 你睡觉 守望着 说得好毛骨总人 年轻的血液感觉要进行什么献计 对 就跟有一点邪教的感觉 对 就他不用todren他用yung blood 来写来描述他们的孩子 然后这第三封信就成了亚岛骆驼的最后一件稻草 德里克夫妇决定卖房 合理很合理 所以在收到第一封信的六个月后 他们就把657号挂到房闪中间 稍微提高了一点价格 因为他们毕竟装修了 然而 这封信 这个房子 相关的留言早就传开了 他们那个房子门口每天都有不停的新闻车过来拍他们 围的严严实实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他们要价一降再降 但依然没有等完卖家 所以他们决定就是因为长期空置也在那里贬值嘛 所以他们干脆就把这个房子先租出去看看 然后租客呢也表示他们不会很在意这个守望者的存在 他们愿意去租 兄弟们get到一个新的抄底方案法没有 对摆了个大局 他们这个租客子女都成年了 还有一条大狗的一条一个家庭 如果说守望者在这段时间没有继续来信的话 或许租他们几年之后 德里克夫妇再把他们卖掉会好一点 就不至于说一降再降 对还可以弥补点损失 对 但两周后德里克就接到了租客的那个电话 就说我们这里可能那个屋顶有松鼠这些东西 然后对他们居住就房顶的安全啊 包括一些设施啊 可能有威胁 是要他过来一起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之后 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房客递给他一封信 一个信封 第四封信出现 这封信里面包含的诅咒是这样说的 致卑鄙并且充满恶意的德里克和玛利亚 翻译成中文真的很搞笑 还好吗 致卑鄙并且充满恶意的德里克和玛利亚 你们想知道守望者是谁 回头看看吧 也许您跟我说过话 你我看见你在黑暗中注视着 试图寻找到我 他看到了蹲在墙角的德里克了 好吧 双筒望远镜真的是很棒的发明 而且他看到了德里克 什么东西在看 我在灵营大道上的士兵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了 他们执行了任务 也许是一场车祸 也许是大火 也许是一些小毛病 我祝你们永远不会康复日复一日的病痛缠身 也许是宠物的离奇死亡 也许是亲人的去世 空难车祸 坠毁骨折 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守望者胜利了 他到底想干啥 不知道啊 就很奇怪啊 你不觉得吗 就司空性 他充满着各种事情 但是在德里克的角度来讲 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只是说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对 不要抖腿吗 好 你不要抖腿 紧张 据网站上的一个显示 这是网站的截图 这个房子呢 是2014年6月6号 德里克以135万多成交的 2015年2月份就挂开出售 期间一直降价 然后在2019年8月份 终于以95万9千美元的价格售出 大约损失了40多万 也还好 40万美元的样子 所以到这个时候 这个故事才告一段落 而且警察那边也没有一个 具体的调查结果 买房子的人是谁 买房子的这边暂时没有披露 还是有隐私保护的 对有隐私保护 我怀疑90%是这个买房子的人 他就是抄底牌的 跟我想的有点接近 好 故事告一段落 那么只剩下一个问题 守望者是谁 几个猜测 第一 迈克尔兰德福 就他没有证据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嫌疑 对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对吧 反正他嫌人家没事嘛 对吧 写几个恐吓性 恐吓性也没什么事 对吧 其实在这个故事过程当中 德里克是聘请了律师 去试图去说服兰德福一家 就是为什么 我会怀疑你们 就作为律师 作为第三方去跟他解释 但是兰德福一家 依然坚持迈克尔清白的 所以说 德里克后来起诉了迈克尔 在起诉会上 德里克发现街区的邻居 仿佛都加入到了兰德福一家的阵营 就是比如说他的兄弟 叫桑迪兰德福说 迈克尔年轻的时候 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即使是一些不当行为 他们理解也是与人友善的一种正常的行为 然后还一个叫约翰的邻居说 他每天早上都会出去替我拿报纸呀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邻居说 我认为他不具备写这些信件的能力 因为他在家有精神分裂症 精神病 然后也没有很好的去工作 他觉得他应该无法写出这样的一个信件 所以说这个也是 他们当时没有把迈克尔定 就是列为嫌疑 最大嫌疑人的一个原因 对 第二 原房东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吧 对 但是让德里克很不爽的 就是为什么你没告诉我这件事情 然后把房子卖给我 我还用那么高的价格 然后他们去 其实他们在当时也联系了 卖房子给他们的老夫妻叫伍兹 伍兹夫妇 伍兹夫妇声称呢 在搬家前 他们其实收到了这些信件 但是这个发现人也是自称守望者 在信里面说是感谢他们23年来对这个房子的照顾 对 但是这个伍兹夫妇就表示说 在他们所住的这23年里面 其实没有收到过任何这种诡异的信件 所以他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就觉得可能社区工作者 对吧 之类的 这些没多想就把他们给 把这封信给扔了 就现在也无从查证了 伍兹夫妇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对呢 对 没有理由嘛 对不对 虽然说德里克是怀疑守望者和伍兹夫妇进行合谋 进行合谋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就现在来看伍兹夫妇并不是一个受益者 对对对 不是一个受益者 第三个猜测 就是当时的购房竞价人 嗯 这个有可能 这个很有可能 对对对 就当时没买到心里不爽嘛 对对对 当时伍兹夫妇倒是给出了那个竞价对手的信息 一共有两个人 嗯 第一个是一个有兴趣的买家呢 他突然生了重病 所以说就不得不放弃了进驾 嗯 另外一个买家呢 已经在别处买下了另外一栋房子 生重病的一个难渴 对 就是我 我看到这个猜测的问题就是这个新的买家和当时的进驾者 有没有关系 对 对吧 这但是这个无从查证 因为没有披露出来 没有披露出来 第四个猜测 社区群体一致 这一群人都在玩他 这就很可怕了 我的 我刚搬到一个新社区 整个社区都在玩我 这个其实被几方的一些信息点给证实过这个可能性 首先是那个私人侦探FBI来内涵 就是他通过分析这两封信啊 他发现守望者是个重复的人 对吧 是个排外的人 他刚才已经已经说过了 更有可能是这个街区的居民 对 对吧 但是有嫌疑人太多了 这个街区居民都有嫌疑 甚至还怀疑守望者是一个群体一致 或者是一个团体的代表 他们不想要德里克住过来 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 为啥 为啥没有他住过来 对 因为现在也没有办法去 没有人会承认这样一件事情 对吧 而且有一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 有一天晚上同一街区的一个老夫妇过来德里克家串门 然后当他们就热情的将邻居引了进来 续航温暖就像好多年的好朋友一样 他们想想 新搬到一个街区的话 你热情一点更好的融入进来嘛 就把他们招呼进来 招呼进来之后 当他们看到德里克夫三个孩子的时候 邻居说了一句 附近的街道能有一些年轻的血液 真是太好了 就他也是用年轻的血液来形容孩子的 这是社区习惯吗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翻译成中文是有点可怕 我觉得 对吧 但当他的那个 就他媳妇听到玛丽亚 听到这样一个年轻的血液的时候 吓了一跳 真的一个距离 但是他不敢输 因为那个时候警察还在调查 但是如果是社区集体移植的话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会使他们房价下降的吧 对啊 会使整个社区都受影响 都受影响 他们没必要这样去做 对吧 第五个猜测 德里克夫妇 他们自己 自己玩自己 自己玩自己 为什么这样有这个猜测呢 因为这个故事在2018年 被奈飞以100万美元的版权买下来了 但是我 赚了60万 赚了60万 因为 但是但是我去查 有没有这样一个电影 没有 没查到 没查到 可能还没有拍出来 但版权已经买掉了 最近有一部电影 山亚叫做再糟糕的日子 有点跟这个类似 有点是谁出品的 不是奈飞 是北欧的一个国家拍的 这部电影 有可能被那个影视公司 又买过去了吧 有可能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猜测 也是有点质疑的点 就质疑点在啥呢 就是在 在这个之前 他们确实声称自己生病了 就是有抑郁症啊 应激障碍之类的 而且 作为 警方来讲 确实能看出他们的紧张 对吧 自导自演 这个 我觉得演技也 忒好了 我认为吧 炒房团干的 唯一的受益者 所以说这是抄底的干的 对 毕竟这件事情 唯一获得实际的好处的 就是房子的新买家 对 他收到的利益是最大的 对 都少掏了40万美金啊 对 少到至少40万 还不加他的装修 我看到这件事情的一些新闻报道 下面的评论都是炒房团干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守望者 就是炒房团 兄弟们 新的炒房计划来了